接近平三号桥通知之后 县长许真卫会看了罗山村竹林步道 检视周边的景观环境 并且也提供相关的建议 未来也将一会带动花莲南区的观光 找回罗山地区知名景点的风采 福里乡罗山社区因为0918大地震 导致旅游人数骤降影响经济发展 罗山村竹林景观步道 行经罗山大渔池 泥火山 评估针对近年因台风及地震 所影响的基础建设提出了修缮建议 并以踩点的方式推广罗山地区的旅游资源 希望借由中央与地方合作 再一次的让罗山社区回复网年荣景 这个比路况比较不好的 我们一起合作看怎么样把它做好 让我们这条桥如果除了桥开通以外 我们的这个罗山之丘也有一个新的景点 再往我们的罗山瀑布还有我们的竹林步道 罗山村竹林步道串联罗山瀑布 百年浮沉 梯田风光 往罗山瀑布途中有几间农舍 以及几亩水田的地方 名为盐坪 此地就应有泥火山而得其名 到处跑啊 这就是跑的树线啊 这很坏啦 就是说如果说有哪一些是没有坏的 像这个东西 看要怎么坏 那只有这几个木头把它凑掉 换掉就可以了 继景平三号桥通车之后 县长徐真卫会看罗山村竹林步道 检视周边景观环境 并且也提供相关建议 未来将带动花莲南区的观光 找回罗山地区知名景点的风采 借着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暴动